《神奈川冲浪》里 是福世会画家北市葛斋最出名的作品 他启发范骨 也启发世人对于岛国日本海岸的想象与渴慕 但家使北市葛斋还在世 活到2021年 从神奈川来到东北 比如陆琴高田 他站在岸边画出来的 恐怕不是广田湾冲浪里 而是广田湾堤房里 这道还在新建中的海堤高达12公尺 是原本堤房的三倍 北从岩手线开始 在25公尺深的地基支撑下 14公尺高的堤房形成第一道防线 土质户堤是宽达40公尺的混凝土 到了2020年 这道堤坝将长达2.5公里 而从岩手一路往南到福岛 总长400公里海堤 涵盖崎岖东北岸的所有港湾 耗资8200亿日元建造 是寄望他们成为日本的海上长城 屏蔽下一次如311那般的大海啸来袭 如此史无前例涵盖整个地区的竹墙工程 确实借取311的教训 做出一些变革 根据日本港湾机场技术研究所调查显示 辅10万入口处 遮到耗时30年花费10亿美金建盖的防波堤 确实在311时 使海啸第一道浪慢了6分钟 并使浪高从13.7公尺降到8公尺 只是海堤严重损毁 所以在证明它的价值后 当局决定斥资6.8亿美金进行重建 然而海堤绝对不是万林丹 它甚至会延迟居民逃难的时间 这就是提防的一大盲点 提防破坏的不只是品尝生蚝石的性质与风雅 日本东北位于暖流与寒流教会之处 渔获量为全球前三名 世代的居民以捕鱼为生 多数人对于海象都有一定的观察与觉知 以前提防教案时 渔民在地震后靠着观察海洋 就能预测海浪的强度 而具无霸海堤的新建 还可能严重影响到居民的生活空间 日本渔业以及一去难复返的沿海生态 福岛县的角川河口是濒临绝种的 冰上昭潮穴的栖息地 科学家正加紧记录并保护这片未知的领域 而这不介入片带领我们广泛地探究 人工提防的各种可能以及极限 还有尽管充斥着反对声浪 日本政府仍旧大心土目的背后 恐怕还隐藏着振兴萎迷经济 官商利益分赃等原因 逐高墙党海啸 其实日本政府在311大地震之前 就已经在做了 我们来看一下 腐蚀港著名的叫做弯口提防 它其实从这个提高 从海底算起来的话 高有63公尺 曾经撞下了金氏世界纪录 不过这么最厉害 世界上最长的一个防波级 完全抵不过这个311海啸 结果惨遭冲毁了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吴教授 日本政府现在加码 做这个海上长城 说是最新而且长达400公里 还是有效吗 海啸其实是一个 蛮有意思的一个波浪 海啸的波长很长 它长度可以长到 我刚刚讲的50公里 100公里 但是一般的风浪可能50公尺 甚至100公尺我们就称之为长浪了 以一个50公里 100公里的来讲的话 它当它第一个波能够过得去的时候 我们经过数值的模拟会发现说 它在这个提的前面 会自动筑起一个 类似一个甲的一个墙一样 我们称之为问流区 它会这样子筑起一个问流区 最后海啸就自己爬过去就完全过去了 所以在海啸的防灾来讲 通常是一翻两瞪眼 你要么就是全部挡住 要么就是全部挡不住 所以在311海啸的时候 包括还有在这里看到的 它当时日本政府就已经建筑了 一个海上的万里长城 然后最后发现这万里长城 经不起那一次的海啸的攻击 但是后来日本痛定失痛 他们决定再把长城再加高 所以现在盖起来的 提防的高度10几米 这样将近20米的高度 我自己是觉得很难接受 所以我就经常在讲说 关于海啸的这种防灾 在以台湾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应该要更走向 所谓的任性海港的方式 就是说当海啸越体的时候 我们可以让灾害降到最低 可以让环境最快的恢复 让死伤能够降到最少 我们事实上可以避免掉说 足够一个这么高的一个 视觉景观这么震撼的人工的建筑物 同时也可以继续的跟海亲近 是 那么竹高墙 既然在台湾看起来不太可行 我们就来参考一下 日本还有其他哪些的防灾措施 就除了逐这个海上长城之外 还有哪些是值得 我们也来参考参考的 其实工程通常是我们的 最后一道关卡 可是我们永远都把 最后一道的关卡 当成是第一道 所以日本他们在想象 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他们被很多的灾害 真的是已经吓到了 所以他想出来的那个 很大型的工程 然后非常大规模的一个改变 工程县的女川 他们在做整个的规划的时候 因为这个地方已经被冲毁了 所以他必须要重建 日本人有一个习惯 他的重建很慢 他们重建非常非常久 可是他们会想得非常清楚 想得很仔细 他把原来这些地方的土地 因为它很低 他干脆就不要了 把这些地方的土往高处运 然后让这个地方变得更高 然后让它离海平面更远 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都市工程的手段 可是它相对就是我用规划的手法 来确保民众在这个地方居住 或是我的设施在这里是安全的 然后再导入 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的 它的疏散避难的规划 演练 物资的储备 所有场所的管理 所以他们在想这件事情 从前端的设施面 到后端的管理面 其实都整个整备起来的 我们现在其实在台湾 也有在推叫共同管沟的这个概念 也包括我们现在台湾的马路 常常在挖 所以一下自来水公司又要挖 瓦斯公司又要挖 在国外现在开始在做整合 这些整合的投资 它就会汇入到 我们的整个都市发展的资讯系统 所以政府有责任 资讯公开去投注公共的设施 基础建设 民众有责任 我们自己的防災包 有没有准备 这个都是我们在做 这些事情的时候 责任分担很重要的精神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整体的 一个防災思维的一个建制上面 大家要共同来努力的 另外就是我们都市计划的更新 也是非常重要 这样子才能够建造一个永续的城市 让大家持续的安居乐业 稍待一会我们再回到提关点 好 今天带您详细了解了 日本的防災系统 真的大家要共同来努力 打造我们的永续家园 这样才能够保障你我的 生命财产安全 今天非常谢谢你的加入 同时谢谢两位老师 带给我们非常重要的观点 下次同一时间 请继续锁定 提关点 拜拜